各位朋友大家好 廣東人很喜歡喝湯 也懂得煮靚湯 所以香港曾經有一間叫做阿爾靚湯 以靚湯來吸引食客 我們喝湯其實 人人都喜歡喝鮮味的湯 肉湯 但原來喝肉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很多人都忽略了 就會反而得不到 最好的營養 我們要注意什麼呢 現在跟大家說一下 第一 肉湯可以幫助虛弱的人群 補充少量營養 因為對於部分的兒童 老人家或者手術後身體比較虛弱 腸胃的功能消化都不是那麼好的人來說 肉湯比吃肉好 因為肉湯可以幫你容易吸收 提高和改善你的吃肉 但肉湯裡面的營養 是不及肉本身的營養豐富 但在肉裡面 它釋出的 油膩的油膩胎基酸 小泰穀酸 維他命B 都是人體所需的重要營養素 可以作為這個腸道裡面細胞快速能源的供應 所以這類人最適宜喝湯 第二樣我們要注意 飲湯很多人都有習慣 精華在湯裡 肉又粗糙又沒有味道 其實是很浪費的 為什麼呢 肉湯裡面的營養其實是很低的 不及肉本身的十分之一 肉湯營養全部是來自肉 肉內有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的兩種營養成分 經過燉煮後 湯裡面只有水溶性的物質 如 維他命C、氨基酸、甲、小泰等元素 還有少量的蛋白質會融出來 其實只有1-2% 因為肉所含的 絕大多數的營養物質是非水溶性的 好像鈣鐵和90%以上的蛋白質 都還在肉塊裡面 所以如果你喝湯不吃肉 就浪費了很多營養 第三就是有時候我們煲湯 很漂亮的湯煲到奶白色 其實這些湯不適宜喝那麼多 為什麼? 因為這些脂肪含量很高 其實湯能夠變成奶白色 是一個乳化過程 因為長時間熬製的情況 它本身的油和肉食 自己所含的脂肪組織 會被粉碎成很小的微粒 而維倫脂和一些蛋白質 就能夠起到乳化劑的作用 形成水包著這些油的乳化液 這個就是奶白色的湯 所以這些湯是脂肪含量很高的 第四要注意的 有些身體狀況特別的人士 不適宜喝那麼多這些 肉湯 因為肉湯之中的飄零含量很高 納鹽和脂肪含量都不少 如果你有痛風或者三高人士喝這些湯 就要注意份量 最好喝少一些這些濃的湯 很甜的湯 或者有很多鮮肉的鮮味的湯 避免你的脂肪含量 和能量會超標 這樣就容易導致你有血壓 血糖、血脂和尿酸增高 會引發你的病情 或者加重你的病情 但如果三高人士無湯不歡 可以多喝點 清菜的清湯 第五點就是烹調肉湯的時候 要少放鹽和油 因為鹹湯喝多了會引起血壓上升 喝湯的時候最好撇面上的油 避免那麼肥 同時如果難把它完全撇油 你可以把它凍掉進冰箱 等一會再拿出來 它的油就在表面 一刮就很容易拿走 第六點 很多人都會做這個情況 熱辣辣喝湯很舒服 其實不能夠喝過熱的湯 會傷害你的口腔和食度的黏膜 研究發現如果你長期喝65度C以上的湯 或者這些飲品 是可能增加食度癌的風險 第七就是不要用湯拌飯 因為對小孩來說 湯拌飯會令他們的咀嚼功能得不到鍛鍊 對大多數人來說更容易 你沒有照得很仔細 整個飯吞下去 因為有些湯在這裡 就很容易吃過量 加重你的餵負擔 大家都知道湯是很美味 特別冬天 有沒有碗熱的湯是很舒服的 不過你要記住 以上提到的幾點 否則你就懂得其反了 多謝你收聽 那就會不會百合團 可不可以 多謝你 obilin 我會不會這麼容易吃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